当地百姓怎么会分得出来 到底谁是英国人 美国人 法国人 所以他们把荷兰就是代表一个外国的名称 那个金小姐她穿的衣服 这上面就有蕾丝 蕾丝 对 你看这个铃子 苦酒的先生是台南人 每天在听那个纯 会声音在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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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音乐也是 我是一个民谣乐手 我是永庆 我喜欢音乐 喜欢旅行 喜欢探访各地 随着音乐 让我更深入台湾各个角落 感受不平凡的在地人文 更看见了这片土地的乐视与美声 晚上 下了一场雨 汤玛士一时睡不着 于是起身跪在床头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因沙漫山的逝去而伤心 所以来到亚洲 这两天我遇到一位 福尔摩莎的女孩 对她印象非常深刻 请你引导我 护佑我 让我保持纯洁的心灵 祷告完后 汤玛士才在绵绵雨声中睡着了 十五十六世纪 基督教国家受困于陆路的封锁 积极向外扩张势力 要开辟前往新的贸易航路 因而发现了新大陆 进而缩短了与欧洲的距离 世界从此进入海泉时代 到了1624年 荷兰人踏上了台南安平的土地 也正式开启了台湾的世界之窗 台南安平 是我们台湾的地方 台湾港口发展的先驱 从古以来 在这边也留下了 许多历史文化与建筑 而且它留下了 许多台湾的第一以及唯一 数百年来 许多文人雅士 在这块土地上 留下了动人的故事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找寻 那记忆中的追想曲 心清灰昂昂当游草 幸福 隅昂昂当游草 风吹惊花蜀正浪 袍隆 好久久久久久久久 人生傳無痛 他世驚出了動動 夢魂情難忘 心情無得空 尚世驚到海底風 海風無情照暖空 暗... 在錯亂心夢夢 安平最想取這首歌 是描述一位安平的女兒 愛上一位來自荷蘭的醫生 並與其生下一名金髮女兒 當地人稱為金小姐 但醫生歸國後卻音訊全無 每日在港口等待的母親 一遇而終 只留下一個金色十字架項鍊給女兒 作為與父親相認的姓母 想是情濃收自己 不知聽千二十年 思量想賣記 日有金色日 讓我無情多危機 放我四生日 聽無錯講起 越生苦幸 越愛美 道斷在世還是 愛是好咱的存意 自從安平港正式對外開港以後 安平便成為外商雲及洋行林立之地 走入安平的街道 就像是走入台灣發展的歷史之中 我似乎也望見了港口絡繹不絕的商船 穿梭在巷弄中的外國商人與傳教士 以及安平追祥曲中 那位金小姐的生意 湯瑪士對粗刀安平的印象非常好 因為這裡很安靜 有遼闊的平原 第二天 她的日記有著對安平更美的描述 早上醒來 到處都瀰漫著霧 過了一兩個小時 陽光穿透出來 霧逐漸散去 遠處人是灰蒙的一片 依稀可見到濕地與平原 搬運船搖路時 船頭的鈴聲響起 大家開始工作了 這是三月時安平的景象 提到安平追祥曲的作者 許多人都想到是許實 不過許實是作曲者 真正把金小姐的故事 帶到歌裡面的是作詞者 陳達盧先生 在我身後這一棟建築物就是 陳達盧先生聽到金小姐故事的 寶美樓 據說寶美樓是清朝的時候就有的 當時有四層樓的高度 可以說在當年的台南 是最高層的建築物之一 不過說到了傳唱幾十年的安平追祥曲 故事中的主角金小姐 有許許多多的人 對她都有許許多多的傳說 然而在台南 有一個人 她為了要尋找金小姐的真實性 展開了一段尋覓景 給我 Kai 來 在家裡 你到牛蜘蛛 來 拿到牛蜘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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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老師 你好 我是勇氣 因為拜讀您這一本 珍珠與強威 對呀 那我覺得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線索 我覺得還是要來問本人 比較清楚一點 哈哈 好啊 我們來那坐 來那吃茶 好 來 走 來 請坐 好 謝謝 來 謝謝老師 謝謝 老師 像這個 我就是尋著安平最想曲這樣的一個音樂 然後對裡面的金小姐的故事其實是非常的好奇 但是就是這裡面在歌詞跟這個裡面所寫的這個故事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時空錯亂的地方 就比方說他講到就是他是荷蘭的尊一 我很直覺的就去想到說那個會不會是我們荷蘭在佔領台灣的那個時段那個時期的故事 但是好像您書中又講到這是十九世紀的故事 是 因為那時候的台南人 尤其是安平人 對外國人都稱呼叫做荷蘭的 這個像藝仔金城 他有這個法國人蓋 用英國的砲使用美國的步槍 當地百姓怎麼會分得出來 到底誰是英國人 美國人 法國人 所以他們把荷蘭就是代表一個外國人的名稱 所以他是荷蘭的尊一 是說外國的尊一 其實不一定是荷蘭 原來在1865年時 安平因天津條約而開港通商後 清政府於現在西門國小設置英國理事館 加上外國傳教士在安平創立教會後 英語才逐漸在安平地區啟蒙 所以金小姐的母親 應該是在十九世紀時 與醫生結世相戀 並非十七世紀的核治時期 那金小姐的身世 就是她也是 就是跟那時候的洋行買辦 都有一些關聯嘛 父親本身就是做這個買辦的一個人物 我寫這本故事的背景 大概是一季十九世紀末台灣開港以後 在台南五條港的商業貿易 跟外國洋商的貿易往來的情形 其實我希望是藉由這個故事來講 那個時代的事情 其實我也希望幫金小姐這個人 這個歷史上的傳說的人幫他平板 因為很多人覺得好像是台灣的女子 這個被外國的人使亂中氣 事情也倒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在想我們可以用這個台灣文明社會精神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情 不要拿一般世俗的眼光說男生把女生 這個糟蹋完了就跑掉了 其實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子 鄭道聪老師從年輕時就對台南文史十分有興趣 自然而然的金小姐也就成為老師尋找的對象 在多年的查訪下 老師發現傳說中的金小姐 極可能是當時一名清代誠信官員的後代 而金小姐的母親也並非像歌詞中寫的那樣 是一位與外國人生下私生子的親父女性 反而是一位信仰基督教讀洋文知書打理的新時代青年 永慶我們現在來到以前金小姐跟他母親 這個眺望海洋港邊的這個港道上 那請你敲一下金小姐的幸福之鐘 期待大家情人回來 好 幸福之鐘 這是以前的港道 那右邊就是海 所以船要停在外海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船回來的沒有 因此做了雕像就立在這裡 所以老師你說那邊是海 是的 那我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你剛才說是港道 對 它是怎麼樣一個地理區域概念 我不太懂 事實上因為安平外海很多飄移的這個沙 海沙 所以形成了沙洲 因此船要停在外海 然後由這個航道做船到淹水溪口 去外海跟船會合 所以人跟貨都是這樣搬運的 所以在港邊可以看到以前的船回來的沒有 所以像我在你書中看到有個照片 像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所站的位置就是這張圖 對 所以這個汽艇它要從這邊出到淹水溪口 然後到外海跟船會合 是是是是是是 昔日安平和路爾門 就像現在的高雄和奇金一樣 隔海相望 中間則是以台江內海相隔 但由於安平沿岸 但常年受到淹沙淤積 在清末時已形成一座又一座的小型沙洲 而為了提醒碼頭邊的船工 每次大船進港時 碼頭邊都會先敲打銅鑼告知 因此在安平追響曲中 也以當你立港當路線 來反映出金小姐等待期盼的心情 這裡是西士頓公館 它在這個故事之中 有一個重要的關鍵是 因為它在安平就聚落 跟這個港區的交界之處 當時候這個地方成為 那個楊醫生幫台灣的 或安平的民眾看病的場所 所以金小姐的母親在這裡 當楊醫師的翻譯 所以這邊也是他們交會的之一 據說清末時期 華商都住在昔日的五條港一帶 而外商則是住在安平地區 因此外商與華商交易 都在府城之外 在安平追響曲中 有句歌詞寫道 忘憲愛的專家 早已回來安平城 有許多人以為它是指 回到安平古堡 其實歌曲中寫的安平城 指的就是現今安平區的北區範圍 老師其實跟著您這個書中的世界跟地點 去走一趟 我會覺得會有很多很多的收穫 對於歷史 對於社會文化 我想問一下 您當初以這樣的一個故事 出這樣一本書 您最大的用意 是想要呈現什麼 雖然我們走過這整個地區 它的基本的空間並沒有太大的變遷 這些指標線的空間沒有太大的變遷 但是其實周邊環境改變很大 很難想像以前 我們現在所站這個地方的前面 就是以前的港區 安平港港區在這裡 這裡有很多洋行 有海關銀號 有電報局 有洋醫院 還有洋人的住宅 所以我想這本書 其實我想也讓大家可以透過這個書 去了解當代的 當時候的台灣的社會的狀態 也有助於理解我們現在的社會發展的前因 昔日的安平古城 如今已蛻變成台灣知名的觀光景點 來自世界的遊客漫步其中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也曾聽過金小姐的故事呢 珍珠 珍珠今天帶我來到府城中的一座普羅明迪亞城 我和珍珠在樓上遠眺 視線越過五條港的街屋 看到了安平的紅瓦聚落 此時一陣微風吹過 珍珠身上散發出一種淡淡的香味 那香味很像是拉曼爾的香味 那是我初戀女友的味道 由於金小姐的母親 也就是珍珠 她的英文相當的流利 所以在那個時代 許多的華商跟洋商在做貿易的時候 都會找她來做翻譯 不過在那個男尊女卑的一個年代 相信她面對著社會的壓力 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不過提到進出口貿易 當時的台灣主要的出口產品 有茶葉啊 張老等等 但是還有一項 就是在台灣已經延續了三百多年的產業 那就是糖 老闆 嗨 翁進 嗨 老闆 今天很開心 可以經過這邊 然後來這邊特別來拜訪你 自從我知道這個赤坎堂這個名稱之後 我就一直很懷疑 這個赤坎堂跟赤坎有什麼關係 赤坎 因為我們台南這個地方 是台灣最早開發的地方 那當時除了安平叫大園以外 這個地方就叫赤坎 就是我們赤坎堂這附近 因為這個地方的氣候環境 非常適合種甘蔗 而且練的糖品質很好 就叫赤坎堂 那老闆你們是 從哪一代的時候開始做糖 1621那個時候從荷蘭人鄭之龍 鄭成功的爸爸鄭之龍 那時候從大陸的沿海 我們那邊鬧饑荒 當時就把我們很多人吸引過來這邊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開坑 然後從此台灣台南這個地方 就開始有吃坎堂 吳大哥說 台南可以說是全台灣第一個 以人工種植甘蔗的地方 地理環境與氣候 都非常適合甘蔗的生長 因此甘蔗的甜度及品質都很高 所以在早期 在台南所出產的赤坎堂 就等於是高級堂的代名詞 我是第二十三代這種孔明鼎的傳人 所以最早的時候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頂 在做糖的這個煉製 對 因為這個台灣所有原住民 當時我們台灣的原住民 他們都只種甘蔗來釀酒 可是煉糖的基礎是 從大陸那邊傳過來 那台灣沒有產鐵 所以這些孔明鼎 跟煉糖那個蔗車 外面那個煉糖的蔗車 全部都是大陸進口的 因為古時候那種蔗車 就是兩個蔗車的話就要磕一張稅 當時的那個憲太爺 他們就要磕稅 所以當時統計有1275家 就是我們 最新生的 整個台灣最新生的時候 那是在1890年 就日本人來之前 可是後來日本人帶來新的技術 他們就是只要練那個白糖 像我們這種原糖 古時候這種原糖 就變成不符合效益 就急速地就一直被市場淘汰掉了 所以一直到1980年 那個時候台灣就剩下我們最後一家 吳大哥從祖先開始 就從事製糖產業 一直到了爺爺那一帶 因為黑糖需求量下滑 讓全台灣原本一千兩百多家的製糖廠 紛紛關閉 到了1980年左右 全台更只剩下兩家製糖廠 原本也不願接手的吳大哥 因為聽到爺爺說 這種傳統製糖技術 若不保留 台灣就會失傳了 於是讓他開始想辦法 用現代科學方式 來證明傳統黑糖依然有其製作的價值 所以這個糖真的有無限的用處 老徐先生運用糖的智慧 真的是發揮到一個極致 不過這一次我是因為這本書 就是我們知道台南有一首很有名的曲子 就是安平追祥曲 裡面金小姐的故事就吸引人了 對 那我就在拜讀這本書裡面 在講到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結果講到那個時候 我們這邊也有運送糖到廈門 而且在元宵時節的時候 金小姐的祖父 她會到水仙宮去 跟焦行大家互相交涉 這段歷史我就非常好奇 到底那個時候是什麼焦 焦是什麼 焦是古時候的同業工會的意思 現在這個時代講什麼 赤商會 類似這樣子的結構 那個就是在水仙宮 水仙宮以前又叫三郊總部 所以那詠勁如果想看的話 不然我帶你去水仙宮 因為我們三郊的總部 古時候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 是當時商業的一個重心地方 對 所以她才要在那個時節 去那個水仙宮 去跟大家拜會 秋風起後 焦行的生意在過年前 一月見盲目 珍珠 由於家中的業務 多於洋行往來 所以留在安平家中 辦理接洽工作 而買辦貨物 點交托運 收賬繳稅等業務 則由金石在外奔波 好 那我們去看一下那個大井頭 好 那個大井頭是我們大陸到台灣來 第一口井 第一口淡水井 這個就是那個碑 對 大井頭的碑 大井頭 古城史基 對 以前從大陸過來的話 這是第一口淡水井 是喔 就在這邊啊 這下面啊 不是 這個大井頭 是在那裡 那個鐵圍起來的那個 蓋起來的地方 對 因為以前那個地理位置 以前的廟都是蓋在海邊 所以最早的那個海岸線是四坎樓 那個五廟 大天后宮 一直延伸到這邊來 這邊是當時的海邊 這裡是海邊喔 對 海邊 所以你看那邊很高啊 那邊很高啊 對 然後那邊的話就很低啊 很低喔 這樣好像有出來了 對 一直出來了 對 地形一直在演變啊 整個台江內海都已經 都浮起來了 所以全部都變成蓋房子道路了 是 那你會發覺說我們台南廟很多 對啊 巷子很彎曲 因為廟是要蓋在海邊的 那以前這個台江內海淤積以後 它就變成河道 那河道 人們就住在河道的兩邊 等到河道的水也退掉以後 就把它鋪起來變成路 所以你會看台南巷子都 切個彎彎曲曲的 因為河本來就是順著 還是就河道變成路了 順著路行走的 看到的都是菜市場喔 對啊 原來這邊有一個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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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三郊總部 所以這裡又叫三義堂 一二三的三 義處的義 三義堂 就是我們的三郊總部 那以前我們這邊過年的時候 這邊就會演戲 給很多人來看 來這裡高伯 來這裡一些買賣 互相高官 所以那個交的意思就是 交就是交高伯 交流 或者交關稅 都是這個交 不過過年那個時候 就在從初一 一直到元宵十五 這邊都非常的熱鬧 所有的人都來這邊交流 都來這裡高伯 找朋友感情 所以這個 以我們以前老台南來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場所 原來書中所提及的交行 值得就是現今的工會 參與工會的商號 則稱為交商 而當時 台南三大交行 不但影響著台南地區的經濟發展 也跟社會公益 以及宗教活動息息相關 在當時的社會結構裡 交行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雖然糖過去在台南 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 但如果說提到了 安平在清朝末年的時候 的一些進口品 除了鴉片啊 那還有英國的一些紡織品 和鐘錶葉的製品 這會讓我想到 安平追想曲的歌詞 心情灰昂登牛鐘 金小姐她身上穿的這一件洋裝 是不是就是當時進口而來的 不來平有 湯瑪士離開安平的前一天下午 兩人走到熱蘭迪亞城北邊城牆的時候 他對珍珠說 這幾天跟你相處 對你了解更多 感謝上帝 我們的生命竟然交會於此 未來的日子不知會如何變化 我有生之年一定會照顧你 這是我真誠的語言與心意 請你信任我 我今天第一次來到這邊 我本來想像說這一邊應該是非常浪漫夢幻的地方喔 可是這邊不只是浪漫 而且還有一種歷史的那種成就感喔 對 其實你看一看這些匾額 你就知道其實它是有五十幾年的歷史 那我們最早就是明昌花邊鈕扣 因為那時候最早我們其實是做鈕扣 所以後來到1964年的時候就發覺說 雷絲這樣的一個飾品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才開始轉型慢慢的 這個雷絲的種類就越來越多 期末時期 英國將紡織品大量輸入台灣 但羊布料價格昂貴 不是一般民眾所能負擔的 讓羊布料一度自銷 一直到了1870年左右 因布料價格調降 才讓英國的紡織品開始在台灣暢銷 而在外國進口的布料中 雷絲則是最珍貴稀有的 很壯觀耶 很壯觀耶 這邊是不是很多的樣本 對啊 這個 這些就是你們的這個 sample 全部都是這麼多 對 因為它是用在各種不同的用途 對 像有些教堂或是服飾 或是一些那個家居品 都會用 是 有時候比較分不同的 會是哪一些 像這個天使 它就可能會用在那個教堂裡面 還有這個雪橇 雪橇 聖誕老公公 聖誕老公公 對 還有天使 這都是屬於比較像教堂 會用的一些紋織 我們會把它做成那個 然後出口 林經理告訴我 雷絲的發展 其實可以追溯到埃及法老時期 當時是用於祭壇裝飾之用 後來傳入歐洲教堂 一直到了16世紀之後 才開始用於服飾上 不過 依舊是當時聖職者 王公貴族 才能穿戴的奢侈品 永慶 永慶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 這個是我們運用到更多的文創商品 這是做什麼的 這個可以當手機袋 對 現在小女孩很喜歡這樣的手機袋 這樣蠻潮的 對 很漂亮 很漂亮 真的 對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抱枕 這個抱枕 是不是很夢幻 對 我們還有做大的 還有做小的 親子的 真的是 想不到雷絲居然有運用到這麼廣泛 不過從雷絲的這樣整個的歷史演變 到現在生活運用的廣泛 我再回想到就是 在安平水鄉集園裡面 這個金小姐 對 我看到這個封面 它上面有這樣的一幅畫 這邊有一個這個卡片 對 那個金小姐她穿的衣服 這上面就有蕾絲 蕾絲 對 你看這個領子 還有像她胸前的這個 對 然後還有袖子 都有重點 是 對 就樣式就越來越多 所以那個時候她可能 也許遙想那個時候 她可能就是穿著這樣的一個 是 特別不一樣的衣服 對 然後就像安平就相信 那個一開始就是 心情揮揚燈油重 也許就是那個時候 的一個寫照 對 從她身上就看到 那個時代的一個變化 對 其實也是一種 東西方文化的一個交流的開始 對 在路上 珍珠看著晚霞 跟唐瑪士說 我們約定結婚以後 我生的孩子 男的由我取名 女的由你取名 那你可不可以先告訴我 想取什麼名字 唐瑪士也停下了腳步 看著晚霞說 叫薔薇好了 就像今天的雲彩一朵朵 如同一束紅色薔薇 此時 晚霞照應著大地 夕陽的光彩 投射於兩人身影 彷彿上天圍成一片 燦爛的紅色布幕 為他們披上祝福的彩衣 南都記青 掛聲罵過程 淡天風雨 舊歡笑重點 身為台南女婿的陳達如 除了為台南創作出 安平追響曲 這首快智人口的歌曲之外 其實早在1938年時 他也曾經創作出一首 南京夜曲 這首歌原來是描寫一位 封城女子的故事 到了台灣光復後 因政府當局認為此曲 由影射大陸之嫌 並請人告知 於是 陳達如便將歌詞中的南京景物 修正為台南風情 並改名為南都夜曲 成為台南早期的代表性歌曲之一 請您講 陈達如所寫的歌曲往往有一種很強的故事性 雖然歌曲題材與當時流行的日本風歌曲相當不同 卻意外地受到民眾歡迎 讓《安平追響曲》成為台灣人心中不朽的經典歌曲 也成為許多現代音樂人靈感的泉源 也不知 我們都很清楚《安平追響曲》 他的年代大概在什麼時候 大概就在《安平》的洋行時代 就是在港口邊很多洋行 因為金小姐生出來她有亞麻色的頭髮 在那個時代是個很禁忌的話題 當在寫金小姐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很熟悉 那個很悲涼 那種很苦悶的等待 那我不想寫這麼辛苦 我倒想要寫那個時候的捆綁 如果金小姐是生活在現代 就沒有那麼痛苦 我們還會說混血很漂亮 但在那個時候 是我們所不能想像的痛苦 尤其是金小姐的媽媽 雖無時間的港幣 是誰人老的青春少年時 愛那我哪分不穿 都變罪無情的海影 坐顏色最近這一趟 黏著奶眼 lif沈和那一日 而在那身彈 好 像那一ilos 我特別用時間這個因素 包括我那時候在寫天天大語 其實都有金小姐的影子 只是我用我外婆的背影來形容 牽長掛杜的行動來 風幾海中都穿來 其實你把它換成金小姐在等她的情郎 或者她媽媽在等她的情郎 是一樣的情景 安平是個很古老的漁村 那種等待自己的另一半回來的那種心情 幾乎每一家家家戶戶都有 所以金小姐在安平人的心目中是 好像每個人心中都有她所謂的金小姐 金小姐有很多個 然後流落在世界各地 是 這是安平人比較浪漫的一點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金小姐 是 是 找無時間的干扁 是誰人是未清春少年事 愛的夜晚那粉不穿 都變最母情的海影 兩目非礼 夜市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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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郑道聪老師的著作《珍珠與牆衣》中 金小姐的母親珍珠與唐瑪士排除萬男結婚了 故事發展至今似乎很美滿 但關於女兒金小姐的故事 鄭老師說她還要賣些關子 不過我想這個答案或許早就出現在1970年所發行的電影《回來安平港》中 《回來安平港》的前半段劇情 跟我們所熟知的《安平追想曲》故事一樣 而後半段則將原本的悲苦結局改為幸福結局 金小姐不但等到了義中人歸國 更叛回了親生父親 讓《安平追想曲》的故事有了一個圓滿的結局 而為了能夠讓電影更加賣座 當時電影公司也請了許時來幫電影創作歌曲 主題曲則是由楊麗花所唱的《回來安平港》 而另外兩首插曲則是當時許時的學生 也是台灣民謠歌后林秀竹老師所組唱 林秀竹老師所組唱 想是驾到海彼空 海空无情 像阮龙 在初乱 心梦梦 哇 老师 太厉害了 为什么你生意这么漂亮 到现在还能够保持这么好 因为我找到老师 就是找到高雄先生 他教我们唱的名字 有很多种 他也有客家名字 也有台湾 也有台湾 整个传统的名字 也有以前 有歌语 的名字 都很多 你会记得印象比较深的 有啊 我也有客家 客家 你很想要美 我姐姐 那你不想要美 你不想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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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会感受到美 你不想要美 你不想要美 就是小调的味道 你要是把这个小调的味道 就是这样子唱 像说三千五年在唱的时候 大家都唱到 唱就唱就唱到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在最高音的时候 你也可以飙出去你的高音 那个美声的飙出去 那这首歌就会带动一个 比较 让人家听起来 比较有特色 我是青春的轮转 歌旁流落在一群 漂流光 海千里 啊 驾头观望 我会生意里我的家庄 听她说你见暗边港 你老婆感觉我好 我好她跟你说 不管这种状态 我就不只来带她的头发黄黄 也就落落的生意 老师等你讲到这个安平最想曲 我相信对你来说也是有很特殊的意义 对于许时老师来说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品 当时导师在做这个客的情境里 应该是很多的描绘 古久的先生是台南人 所以他在安平那样大 他每天在听那个针 会声音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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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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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當然 秀卓老師也偷偷告訴我 安平追詳曲當時成名的主要原因 當時大家都要唱這首歌 我本身是看到老師在四國的陣營 四國有在台灣全性寬度報名料 報老師出名的名料 每一場一天就有中途跟晚上 每一場老師都有唱這首暗朋友最多 所以我在那個地方聽到 比他在角外更多 每一天聽到他每一天在演唱 所以老師唱到冠音的時候 他就是用了美聲 白氣力聲聲音白氣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不能唱歌 我們都穿那個彩茶符 彩茶符 他在顯示他中 啊 那個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要 每個人都要對他們道中 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 一直洗過這樣 那當時你是伴舞的時候 對 對 每天都會聽聽老師唱到 唱到這樣 這樣要對他們蛇 如果我們一直洗一直洗 一遍一遍一遍 譬如說十個人 十個彩茶有的女生 就繞過 繞過繞到繞到繞到繞成 那個掌聲都不會斷 所以我們就要盡量繞過 對 對 所以我就很聽老師在啊 很長的時候我就一直說 老師也是很有趣 所以說這首歌就是這個時候 飆起來的時候滿有效果的 也許是音樂旋律 也許是歌詞異盡 更或許是時代背景 讓安平追詳曲成為許多人 心中不朽的經典 也讓原本想尋覓金小姐 身世之謎的我 看到了當時因西方文化衝擊下 而轉變中的安平 從音樂旋律中 體悟到台語文學與民謠音樂的結合之美 這首由音樂與文化交織而成的歌曲 就像金小姐的金十字 在歷經了一甲子的歲月後 依舊閃耀著那耀眼的光芒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